欢迎回到发达广场的时间家 蔡美嘉宾的嘉宾 仍然是财政圈市务总监郭司智郭教授 郭教授,你好 郭教授,见到今日内地航空股 继续延续上星期的升势 看看今日表现 东航方面升1.5元至3.53元 南航升1.4元至2.5元 国航升2.4元至8元 北京首都机场升8仙至3.67元 美南机场无升跌至7.88元 见到今日航空股方面都继续做好 其实见到油价回落这个因素 可以刺激航空股多久呢,郭教授 我想这个势头应该是可以 还是继续运行的 因为油价其实就 我自己看油价 我终期来说还看升 但始终来说市场夹着很多投机炒卖的活动 好像由90元升到114元 跌回到95元 又再上100元 再下回到90元 其实等等等等 始终离不开投机炒卖活动 但无论如何都好 油价的稳定 有利于航空股业务进一步的发展 因为一间航空企业 营运开支最大的支出就是油价 实际上来说 相对来说 在客运、货运和商务等等 都是逐步有所增长的情况之下 其实航空业的前景 我们的确是可以稍微看好一点 当然油价的因素也不能不考虑 如果去到110多元一桶和90元一桶 即欠25元一桶 对航空股来说 这个差别是大得很紧要的 但无论如何 始终油价稳定在90元一桶的水平 所以有利航空股 借机会趁一步做好 甚至乎走上比较高的水平 像各航那样 去经营的航线 大部分都是以国际航班比较多 所以股价的上升 其实也是轻轻跑前了 相对南航或者东航 由于有些短程的航班 但短程航班在内地 真的受到高铁竞争所带来的优势 我想不可能维持太久 但无论如何 亦可以受位于油价的回落 是逐步逐步向前走的 技术上来说 各航短期来说的阻力位 有少少向上突破了 进一步尝试的一定是 4月5月份的高位 大概8.4左右的水平 能够突破这点就比较关键 如果不能够突破 即是8.4到7多元钱上落等待变化 如果突破了 目标值至8.8到9元 另外 东航股价升下升下 暂时来说已去到5月份的高位 大概3.7元左右 如果能够成功突破阻力位 一定是进一步挑战 一定是4元的头 另外一只南航 技术上来说 同样是处于一个逐步向上推的形态 短期暂时来说 要看4.5元在水平的阻力 相对现在来说只有5% 如果成功突破 应该试一试4.95元 绝对不出奇 不要忘记 三只航空股 现在的市场率的估值 以往值来说 大约是几倍 是单位数字 市场为何对他们的看法保守 理论上如果航空业前景看好 经济也好 没理由只有5倍、6倍、7倍的市场率 因为油价的因素 直到现在这一分钟 油价虽然回到90元、91元 但如果你问我中期油价是怎样的呢 在通胀越来越升温下 油价也是升的 尤其是经济虽然的复苏部分比较慢 但也是处于复苏之中 一旦投机市场 有少少炒卖活动出来的时间 你跌不下就自然推上去 尤其是油价 分上98元或100元 其实也不是太难的一件事 当然如果航空企业 如果在某个水平做一些对冲活动 另外稳定了油价的价格所带来的冲击 情况当然是好 但其实上一层油价升到140多元一桶 不少航空业都处于水深火业之中 虽然有燃油附加费 但也不能彌補油价上升带来的压力 这一分钟三藏航空企 暂时来说势头仍是向上限 可以稍微看高一线 但去到左调位前能不能突破呢 这就是关键 好 谢谢郭sir 郭sir刚才也说到 其实中线来说是看好油价的发展 最后见到今天883 中海油方面也下跌 跌了接近2% 去到17.54% 如果中线看好油价 现价又可否吸纳中海油 其实两个石油股走势 近期有点差别 好像883中海洋石油 由于它的业务 单单是海洋的砍碳石油和天然气 理量上受惠于油价的上升 但当油价下跌的时候 其实它的吸引力可能稍微放慢了些 股价今天17.54% 亦跌穿了一个月来的低位 技术上来说 有机会进一步下市大概17元 甚至16.8元 但股价下跌 其实可以采取分阶段慢慢买 因为始终油价 中期来说仍然是看胜 另外一只157走势刚刚相反 一直都是超前 而且咬着11元的阻力水平是不放的 技术上来说 一旦成功突破11.22元 进一步上破的一定是11.42元 这个阻力位 如果成功突破的话 一定是12元12.5元 那两只最大的分别就是 中海洋石油 正是海洋砍碳石油和天然气 反而中石油就要负责少少少下油的燃油业务 但不要紧要 因为始终来说股价还是低 中海洋石油的市盈率 目前来说大概以往即12.7倍的市盈率 而157来说也只有12.8倍 即是股价来说两只都不算是高 当然三厘多的股价也具备一定有防守性 如果刚才问到883中海洋石油 可不可以分阶段慢慢买 答案当然肯定是可以 当然市现在就比较低迷 在一些对冲活动主导下 你的股价是会比较保守一点点 但不要忘记 在恒指成份股里面 这两只占的比重都有8% 一旦指数基金或者一些买盘 稍为将指数轻轻推上去 作为恒指成份股一定是受惠 如果大家记得在四月份上升 指数当日去到24468 创出今年的高位 883和157曾经一度创了一年的高位 就是这两只蓝筹创了一年的高位 其他也是好 但始终未能突破一年的高台 但当然在现在这一分钟 油价又回落 市况也有少少反复 暂时股价走势会比较低一点 但中期来说 我觉得分阶段慢慢买 没问题 谢谢郭sir 另外继续看看市场上的移动股 看看六幅590 明天会派全年成绩表 今天股价亦市做好 升超过3% 去到34.45 如果投资者想炒业 即是炒定了 是否不应该追入 太高了 近期这个市场大家看看 由今个月的高位 23706点 跌到21508点 今个月跌到2198点 上个月跌到14005点 再对上个月跌到14005点 数到3-4000点 但当然只是反复事 但看六幅股价 一路是一路是咬着咬着向上行 一三十四个半这一分钟 是一年的高位 又再创甚高 所以持股票有时真的很有趣 你持着一只 是处于逐步逐步向上推的股份 市跌又不关你事 市升又不关你事 总之你是不是都是向上行的话 心情自必然开朗 看看基本因素 零售的板块 当然始终可以看好 已经在节目上跟大家说了 整个零售业来说 我最看好的都是鑽戒的销售 因为一粒鑽石戒指的毛利相对比较高 如果你卖衣服赚钱的话 都是受惠于自由行 但是毛利我自己觉得 就未必可以和鑽戒相提并论 还有一件事 租金持续上升 如果你08年海啸之后 租下租金 老老实实 两年也好 三年也好 已经到了 再逐租的话 可能加30%不定 40%不定 或者50%不定 租金开支对零售股来说 会产生很大的冲击 当然 只要你的销售额 能够保持到同步的增长 你又可以将租金开支转价 但如果一些生意本身来说 零售业务 不能转价 就会比较差一点 这个价钱买下去 略为高了一点 好 谢谢郭sir 这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要问郭sir 刚才说过的股份 有没有哪种有自由 是没有的 好 谢谢 回来 即场教路之有问必答的环节 家庭观众 如果有任何股票问题 记住打电话来 2804-6566 或是传电 给我们 恒指现在最新跌157点 去到22,014点 稍后见